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卫生部已向国家安全理事会及首相慕尤丁提出建议 考虑继续实施管制令直至情况受到控制 他指出 该部所考量的方面包括其他国家疫情反复 我国近期在位于吉打州和槟城的疫情感染群尚未遏止 而向上述两兆提出继续实施管制令的建议 不过他说 一切将交由首相在近期内做出有关宣布 目前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冠病病毒将持续两年 我国在这期间必须做好准备面对新常态 针对已有一些国家研究出冠病疫苗 阿汉巴巴表示 该部还没针对有关疫苗做出 进一步确认是否适合使用 另一方面 全国刑事调查副总监米奥法利指出 警方已救援产业部长莫哈默凯鲁 在7月初从土耳其回国后没遵守隔离令开档调查 他表示 警方迄今接获27宗针对莫哈默凯鲁的投报 调查工作仍在尽心中 对于莫哈默凯鲁没遵守隔离令一事 阿汉巴巴认为 需从多个角度来看待 而从卫生部的角度 该部已向凯鲁丁开出最高金额1000令吉的罚款 他表示 如果有其他方面的投诉 就得从法庭或其他执法单位进行采取行动 休息一会儿 资讯过后继续带您关注疫情消息 波州双农港口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与他名称相同且只有一条资格的吉州双农港口也无辜受累 周边的居民 批发商及外拨旅客等 没有人敢造访 餐饮业者 渔民及商家生意直接受到影响 吉州双农港口有约3500名人口 其中70%居民出海补鱼为生 近三个星期来 因受到波州双农港口确诊病例的拖累 不止渔获 无人问津 各个行业也失去收入 当地居民今日通过陈信党 割打四部跌区州议员沙米沙裔召开记者会 向外界理清双农的地理位置 希望外界不要再将两个地方混为一坛 而影响居民的生计 另外 吉达州大臣沙努西指出 随着多天来西瓦干加感染群移 没有再新增确诊病例 吉州政府将向国家安全理事会建议 在本月28日前提早结束 在州内两个县四个乌经进行的目标性行动管制令 不过一切还需要交由该理事会来决定 患者新闻 为了迎合学校发展需求 冰城中林中学校园里最后一座单层建筑 既承载了无数师生集体回忆的 居楼校舍及其拆除 一栋楼高五层的综合教育楼将在原地建起 以更完善环境延续中林百年树人的使命 冰城中林校友会昨天特办居楼校舍告别仪式 让校友们在这座老校舍完全拆除前 有最后机会拍照留恋 而美名的与会者也将获真 以新戏旧社擎迁长廊摄影比赛得奖作品 特别定制的限量版明信片为纪念 今天的新闻就给您播到这 我们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